大天福地 人為貴 信則吉係 空則背 元太祖 好 歡迎收聽第二節的元太祖 林師傅 剛才我們第一節就講一些 關於地獄一些初步的東西 就可能炸了 要炸十萬年 可能三十萬年 其實炸完之後又怎樣 剛才講到一半 炸完之後就會救你上來 接著就會帶你去炎羅王殿 那裏扔下你 問你什麼的罪業就清光了 如果你本身有其他的惡業未清 就會再扔你去另一個地獄 倒售它 就清掉你剩下的罪業 是不是真的炸完就清光了 既然沒理由今生人行衰運 地獄都清光了 其實就不是的 就清光了 回來這裡 就和你上世的因果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有時有些因未重到要落地獄 回來今世仇 還有你個人的一些雜性 簡單說就是你的本性 上世存在你的靈魂裡面 今生帶回來也會受的 所以也是關乎到一個人的喜好 或者本身行為舉止方面的問題 炸完之後 可以再扔你去其他地獄 譬如 一般來說的犯淫邪 那會怎樣呢 那 扔你去犯淫邪的地獄的時候 就會有一張 你們現在說的老虎椅 即是有兩張木頭 木頭下面有兩隻腳 就抖了在那裏 接著將一個人趴在 趴在木上抱著那條大的樹木 然後就會有一個鬼差 兩個就一前一後站在那裏 就會拉著一把很大的腳 將一個人從臉上一路湯下去 整個人切開一半 那你會說 師傅那我切開了之後 我都死了 死了就是不需要我手 是不是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你去的時候 你都死了 因為你去的時候你已經死了 所以去那裏 就不是你肉身去 而只有你的靈魂去了 只有你的靈魂去了 靈魂被人這樣切開之後 你又可以在一起 所以它裏面 就算被人這樣殺害 或者殘殺之後 也一樣可以重新再來 不斷受 那你說 那感覺上面 是不是會不痛的 還是怎樣的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一樣是會痛的 為什麼呢 打個比喻 其實就好像睡覺發夢一樣 那你睡覺發夢 就被人打你 你都會痛的 睡覺發夢的人 都刺你你都會痛的 在那個地獄裏面 也是一樣 在意識上面 你感受到別人 對你做這個行為 然後你知道痛 於是 你會不斷感覺到很劇烈的痛楚 而你又死不去 然後就如是者不斷重複 那這個就是 下去淫邪地獄的時候 要受的一些刑罰 有時候可能炸完 上來 你所有的罪業已經清光 但是因為上世 你做了某些因 就不是落地獄的因 來的 那今生就要將你 就由人 就丟去做畜生 就是受完地獄 再去做畜生 做完畜生再回來 可能才變回做個人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 常常說人生難得呢 六道裡面 只有一代人 只有人一個道 可以學佛 可以叫做 變好的 如果你有人這個身體 你不會珍惜它 或者做好它的話 那你只是浪費你自己的人生 浪費自己的生命 那所以 如果大家可以的 就真的盡量多些做善事 不要做惡業了 因為佛教有一句 很基本的佛計 就是 諸惡获作 眾善奉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聽不明白這句 就選另一句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善而為之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什麼意思呢 這兩句就是 不要以為那件善事 是小的善事 你就不去做 多小的善事 你都要做 不要以為那個惡業 是因為它小的惡業 而不去做 而去做 不論那個惡業是小 還是大 都不好做 那稱之為 一個正確的處事方法 那 你也是這樣說 剛才我講了 你笑了叫你不要笑了 因為地獄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所以不要亂叫人下地獄 地獄太恐怖了 那 大致上地獄就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也是一個很熱很熱的環境 那所以 沒有什麼事 自己乖乖地 不要搞到自己要下地獄了 那 就像我現在看 來找我的客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墮胎 或者 有時候會有些復仇的心 甚至乎會叫我去幫忙 用法術來害人 那些都有 在這裏真的衷心說一句 不要這樣做 也都不要這樣想 因為不論你的行為這樣做 把口這樣說 還是心這樣想也好 那個犯的造業 或者種下去的因 是同等重要的 特別是墮胎那一群 墮胎那一群 你每一個看到我的 我都會叫你回去念經的 我給你們的經運 是用來給你們清除 過去三世所有的惡劫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運 是用來消除你因為墮胎而犯下的殺業 如果你自己墮完胎也不懺悔 也不願意念經的話 你死後是必下地獄的 這個是我在這裏 我真的敬重跟大家講也行 任何墮胎的人 都很大機會是一定要下地獄的 因為你殺人 還要不是殺外面的人 你是殺害親兒親女 這種行為比禽獸更加嚴重 因為動物是不會這樣殺的 當然你說作為 就是苦毒也不輕 就是這樣說 作為人有時候會選擇 你可能還可以選擇這個方法去做 但是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預防 在佛教的眼中 這種殺生行為是一種極重的罪業 所以死後是會落地獄的 所以在這裏勸大家勸善 真的不要做這些事情 不是開玩笑的 也有些人可能會問 師傅大家來試 我死了真的落地獄 那我怎樣呢 那怎樣呢 那怎樣呢 我可以變成怎樣 如果消極一點的方法 就是不能點的了 你受了 乖乖地受了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想救 不是不能救 我們有地藏王菩薩 他只是發了一個緣 上集說發緣 今集也繼續說發緣 地藏王菩薩發了一個緣 地獄不空 勢不成佛 簡單說就是救盡地獄的所有眾生 但是在你請地藏王菩薩幫你手之前 就麻煩你好像我們以前幾集講的那樣 不是交易來的 你是要從法心裡面知道自己做錯 我不會再犯這些惡業 然後念地藏王菩薩的名號 請他可以救你走 你知錯了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處理方法 當然你說你落到地獄 你還懂得唸 歐馬里啤美翁 歐馬里啤美翁 歐馬里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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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不要做一個壞人 如果不是死後的世界 比你現在看到的世界更加恐怖 這就是今集的一個總結 或者可以說就是 這個話題很嚴肅 也都非常危險 所以大家如果在地獄方面 你們有什麼想知道 或者任何事情 歡迎問我 我如果可以回答你的 我都會回答你 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現在這樣 是不是香港很多人落地獄 其實你這樣算 是不是很多人落地獄 其實香港本身是一個地獄 現在 如果你以一些 我們說十介護具去看 香港就不算地獄的 香港最多是阿修羅 修羅道 因為每個人都欠東西 大家欠錢 欠名 然後去買樓 互相競爭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競爭的心 很重 我們知道阿修羅 又沒有去到地獄這麼嚴重 因為地獄真的太恐怖了 一般來說 如果你肯發願信仇佛法 歸依三寶 或者你肯持戒 懺悔往式所做過的一切諸惡業 基本上你 就算落地獄也不會受到很久 或者叫做 可以走落地獄也不出奇 當然就看你自己個人的收為 路會有很多條 選哪條呢 就是你自己作主了 地獄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我很肯定地跟你說 是存在的 不會說謊的這件事情 因為不論是佛教 還是你是天主教 大家所描述的地獄的情景 是一樣的 即是最終審判 最終審判 審判的過程 全部都是一樣的 好像天主教 他都講到的 如果你是動物 死了之後直接 上天父的身邊 不需要再落地獄 而佛教其實也是一樣的 畜生死了之後 是不需要落地獄的 但是人死了之後 你說是否有情眾生 無論是否有情眾生 也好 只要是動物 都不需要落地獄 因為動物期間沒有智慧的 你如果說動物是暴獵 吃 譬如我是老虎 我暴獵我吃了一隻鹿 但他不知道原來吃一隻鹿 因為他一定要吃肉 他不能選擇的 即是如果老虎跟你說 我現在很有佛性 我知道我自己的雜性不好 我不吃齋 這樣 其實不會存在這件事情 但是也不會說 因為老虎 你天生Default 設定了他 就是他要吃肉 然後他吃肉 你就是拉他去地獄的 沒有這樣的道理 所以這件事情也不存在 跟天主教 就算你不可能聽這個節目 未必個個個都是佛教徒 也是吻合的 所以大家想一個問題 現在你還是做人 麻煩你想多一個問題 你死了之後去哪裡 你想去哪裡 你說你死了之後你想去地獄壽的 那你甘心做多些惡業 但我想沒有人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不要做惡業 盡量做善事 哪怕你做善事不夠惡業有多 做一隻畜生也好過去地獄 因為地獄是最恐怖的 我都沒講最恐怖最恐怖的地獄 那個叫無間地獄 即是你們經常說無間道 無間道 無間地獄就稱為阿鼻地獄 是這麼多層地獄裡面最深那層 亦都是罪業最重的人 但是地獄的結構就是 越深那些犯的罪就越重 在頭頂給你看到的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 剛剛所說的業窩地獄在第一層 那些就不算很重 但如果你說去到很底的那些 那些是很重的 無間地獄必須要犯五重惡罪 就會落無間地獄 第一包括出佛身血 何謂出佛身血 就是譬如你去殺和尚 或者破壞一些佛像 打爛他 好像你之前見到台灣也有些人 去突然割了觀音鼻 或者好像現在中國大陸 炸了觀音像 這些我們都稱為出佛身血 根據佛教所寫這些行為 就要落無間地獄 另外一隻就叫破和合憎 何謂破和合憎 和合憎不是和合法 就是和合 和合憎是指爭團 即是說本身有十個人 自己在修行學佛的 然後你就可以破壞他們 一起修行 要分解瓦解他們 一個抓去混 一個趕走 然後還要離間他們 那這些行為 就稱為破和合憎 死了也一樣落無間地獄 另外第三個就是殺父 然後就是殺母 最後一個就是磅法 何謂磅法 什麼磅法呢 磅就是嚴字邊做個龐字 即是誹磅那個磅 即是詆毀 不詆毀佛教 不詆毀佛教 因為佛教是 即是在佛教眼中 佛教最出世間的一個法 是最好的法 如果你去毀謀他 即是你不尊重這件事 也是去毀滅一件 用來救人的工具 因為你中這個人 死後也要落阿鼻地獄 即是落無間地獄 那為什麼無間地獄 那麼恐怖呢 為什麼沒有人會想下去呢 因為在無間地獄裡面 裡面是三個無間的 第一個是空無間 第二個是時無間 第三個是型無間 第二個是型無間 空無間就是 那個環境 是不會因為 那個無間地獄 已經 複補期 或者沒有位 而你不用下 你一個人下去 就多開一間房間給你 即是怎麼都會有 是的 不斷變大 人越多 地方越大 人越少 地方越少 那這個稱為空無間 所以不要想自己就能僥倖 沒事 第二就是那個時無間 何謂時無間呢 就是譬如 我們先說熱窩地獄 你被人炸 可能炸十萬年 那也有個數給你 多久出來 是不是 無間地獄是沒有的 進去就不用再出來 永遠都不會有出來的一天 那所以這個就是時無間了 最後第三個就叫形無間 何謂形無間就是 就是你想像不到它有多辛苦 是的 不是 那個形無間就是指你所受的刑罰 是無間斷不斷地受的 受完葉窩就再受刀割 受完刀割再勾來跟 勾來跟 勾來跟 就是很多個地獄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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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是永遠都不會完的 而所來攻擊你的刑具 也是無間斷地不斷供應的 所以不會說我斬來斬到刀 盾了就不再斬 不會的 因為刀會立即變一把新的出來 再利一點的再去斬你 這個稱為形無間 那所以 基本上你不犯這五重惡罪 都不會落無間地獄的 當然我也可以告訴你 是有辦法讓自己不落無間地獄 即使你以前犯我 之前說過五樣罪也好 但是當然你付出一些相對大的代價 你念經就念很多 你發的心慾很正確 那你就可以讓自己本身要落無間地獄 就變成了不用落無間地獄 是有得救的 也不要因為覺得自己有得救 所以我可以犯這些罪 那所以 你這樣利用菩薩或者佛的慈悲 那所以 無間地獄是地獄的最深那一層 所以大家如果再看無間道的時候 就可以再細微一下 究竟為什麼要改這個名字 或者無間地獄是原來這樣的 那就不要再曾經亂唱無間道 這個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開玩笑的 我以為有關什麼事 就想一想歌詞 其實無論你自己什麼宗教都好 其實我想我們最重要的 想帶出來的訊息就是 大家做多些善事 壞事 大家知道是壞事 盡量都不要做那麼多 不是不要做那麼多 不要做 不要做 盡量做一個好人 好嗎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衣箱內容並非精密科學 信者有我,不信真無 下一集回來再和大家 袁太祖